我今天呢要去吃一家 我几年前很喜欢吃的一家日料 不知道是因为现在疫情人少还是怎样 还是这个商场没什么人啊 然后就就就就我要吃的这一家要排队 超多人 还没到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先先点单 人好多哦 看来这一家生意还是很好哎 我都好几年没吃了 然后感觉应该涨价了不少吧 我忘记之前就是多少钱了 大概两百多两百出头午餐跟晚餐是不一样的价格 现在是两百六十的价格 这个叫什么龙虾杀绿是不是 下面是一片薯片 然后上面是有龙虾这样的 把薯片跟这个合在一起居然意外的好吃 他点了牛虾 我不敢吃了 点了什么榴莲菊烧结果谁想到他这么的迷你 可爱 牛连加鸡水 谢谢 我的玉米浓汤 浓浓的奶香味 这个是橘蟹吧 我超爱超爱超级爱超好吃的 上面芝士超级好吃 太好喝了吧 这个玉米浓汤超级甜 超级香 超级对我的味道 你要什么锅啊 够几锅 套汉的锅 什么锅 什么锅 第二回合 又点了一堆 嗯 好像也没有很多东西 这个颜色 长得一点都不像奶茶 这很白 还以为是牛奶什么的 它很好喝 出乎意料的好喝 我刚还以为是酸奶 我们又叫了寿喜锅 我最爱的莎莎 口水要流出来了 加个芝士碗 这个是我超喜欢吃的蟹黄芝士 然后我之前好像没有发现 它里面好像是蟹肉棒 看一下里面 长这样子 但是它味道还是蛮好吃的 蟹肉棒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的芝士 杉杉杉 嗯 这块肉稍微有一点点老了 放太久了 刚才 咦它只有一个贝贝 我不喝 它里面也有沙 喜欢吃甜品的我 马上每个甜品都来一份 这个猫爪提拉米斯看起来超可爱的 等一下看得上它食物长什么样吧 我点了所有的甜品 然后它都给我放在同一个碟子里 好敷衍啊 这个是提拉米苏 然后蛋糕 还有大福 冰淇淋 焦糖布丁 还有羊汁干露 今天战斗力还是蛮好的 而且吃了很多虾 超紫爽 超级爽 这个刚吃这个瘦洗锅的虾 瘦洗锅的虾 比我刚吃的那个芝士虾还大值 话不多说 直接 太好吃了 再来一杯 这个提拉米苏有那种咖啡的味道还挺好吃的 另外一个白色的这个 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 纸巾品糖 下吃还是没什么味道 到家了 还在喝 早知道 多叫几杯带回家 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 啊 我 太好喝了 咬 太好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